大家好,我是健身教練,我是水Water 你是健身科普頻道,今天我想說為什麼你不應該再去做事 我的頻道不知不覺在這兩個星期已經到了6000訂閱 比我想像中多很多人看 我打算即使這100個人看,我都會堅持下去 你們的支持真的真的給了很大的動力,小弟感激不盡 我記得小學、中學提升能測試的時候 那阿sir就會計時一分鐘,看看我們做到多少下設備 那現在在香港,如果你打算投考幾個部隊的話 例如懲教、入境、消防和救護 其實都是會考你一分鐘做到多少下設備的 那大概一分鐘做到30下左右就合格了 但其實你又知不知道,其實美國陸軍早在2018年的8月 已經廢除了設備作為他們的體能測試 取而代之的是單降堤腿 在我告訴你為什麼你不應該去做set-up之前 我要告訴你,這個世界是沒有步減肢的 你不會不停地去練腹肌,就可以受到你的肚腩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,你每天走那麼多步路 你對腳又是不是你全身最瘦的地方 你一定要透過飲食控制,全身性的訓練 去控制你的體肢,大約低個15%的時候 再加上一些腹肌的訓練 你的腹部線條才會明顯 所以當你體肢方做很多的時候 不要再去妄想去做什麼幾分鐘腹肌訓練 可以令到你的腹肌明顯了 你有沒有試過做set-up的時候 感覺最強烈的是你的下背 或者你的大腿頂部,而不是你的腹肌呢? 大部分人做set-up這個動作的時候 都會找些東西,習慣性地去扣住自己的腳腕 這個行為其實會activate了你的heat flexor heat flexor是一群,大約在腹袋位附近的肌肉 而本身set-up這個動作就是除了腹肌之外 團肌都會收縮的一個動作 當你再扣住自己的腳腕 就只會令到你的heat flexor更加主導了整個動作 對於你訓練腹肌的效果是並不大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大部分人 都是在盤骨前傾的情況下做set-up 對我們的腰椎其實是造成極大壓力的 假如你有看過一些關於職安健的宣傳 你會知道其實我們是不應該 在腰彎曲的情況下去搬任何重東西的 因為當我們的腰承受的壓力 大約多過340公斤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造成損傷 而set-up這個動作 每一下都會對我們的腰椎 造成大概340公斤的壓力 而這些壓力就會壓迫你脊骨和脊骨之間的軟骨 也就是大家都可能聽過的追加盤突出 而更加嚴重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訓練的時候做set-up 很多時候你都做到一下都起不到 你才覺得自己好像在做一些事情 例如很多KOL的健身教學 會跟人說這個動作要做多少下 其實簡單你想想 同樣一個set-up 你做30下可能已經是你的極限 我做30下可能只不過是熱身 就是因為每個人本身水平不同 如果你盲目為了去做多少下而去做的話 那很多時候你的腹肌已經沒有力 力竭了 你還去追求為了完成那個下數而繼續做 其實你只是在用其他肌肉去代償 例如剛才說你的Hit flexor 你的Lower back 甚至是你頸部的肌肉 你心裡面那種掙扎的感覺 其實就是在增加你其他肌肉受傷的機會 你只是在看上去做一個set-up 但實際上對腹肌的訓練效果是十分有限的 而很多香港人本身都會有腰痛的問題 你再去做set-up 其實只會令到你本身下背的肌肉 例如多年肌發炎的情況更加嚴重 這個也是我不喜歡大家隨便開一條片 出來就跟著人做運動的原因 你做的其實未必是訓練 而是加劇你自己的手上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最簡單就是把set-up這個spinal fashion的動作 限制了它只是把我們的胸椎去做一個fashion 簡單來說就是做一個卷腹 去訓練我們的腹直肌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同樣是一個set-up position 但我們上升的幅度就只有大概30度 最高點之後我們的肩甲骨離開地面就夠了 記得用力的時候呼氣 還有千萬不要用手去拉我們的頸去發力 最後啦 我知道很多人看我的影片 不是為了學習 而是為了看我說錯什麼 而去找位置入我的 我不是說完全不可以做set-up 你可以確保自己在盆骨後傾 再加上正確的腹式呼吸之下去做 只是當你平衡了風險之後 還有那麼多那麼多的alternatives 我不認為一般人 尤其是腹肌力量比較薄弱的身手 有必要去做set-up 你要堅持繼續跟著KOL去亂做的話 浪費的時間是你的 那條脊椎都是你的 你自己想吧 最後把這條影片分享給你身邊每一個人看 救回他們的腰 覺得我今期內容有用的話 就希望你可以給我一個like 或支持我 接下來我會拍一系列關於腹肌的影片 未subscribe的就快點subscribe吧 我們下次見 我要去做了 這次可以拍照 這次是先拍照 可是別忘了 我有沒有看到 你一定會拍照 何時不可以拍照 有些人 你知不知道